大家好,我是美食多 我今天才知道 把绿豆放锅里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美食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绿豆提前一个晚上浸泡 放入蒸锅大火蒸上了15分钟 用手可以很轻易的碾碎 说明绿豆已经蒸好了 取出来放入碗里再加入白糖 白糖的量可自行添加 加入两勺糯米粉 一瓶牛奶 这里用奶粉或者是水都可以 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有的人默默看视频 但他会对屏幕点个赞 这样的人一定会发大财 下面准备模具刷上食用油 再把面糊倒入模具中 水开上锅蒸20分钟 想要口感好 蒸好冷藏两个小时 接着自己喜欢的形状 一道软弱Q弹的绿豆两高就做好了 口感香甜 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你要不想做就发给那个他做给你吃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啦